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欢乐颂 陪您一起跨新年 相声演员大兵与赵卫国 是多年的默契搭档了 二人一同合作过 夺宝雄兵 谁让你是优秀 竞选村长等 数十个优秀的相声小品 他们的作品将相声 与喜剧等艺术 用夸张搞笑的手法融合 使人笑得合不拢嘴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两个人的经典之作 都是彩票惹的祸 给我滚出来 你再不出来 我就放条疯狗把你咬出来 别放狗别放狗 我出来我出来 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巷子里 砸了一辈子油条的老光棍 江湖人称造油条 丁少爷 你胆大包天啊 我胆小如鼠 我一直以为你胆小啊 没想到你那个胆子 就给你的油条 越炸越粗了 我早就看出你对我老娘 心怀叵测 你蠢蠢欲动 你们怎么对得起 我把再提子里 你们怎么对得起 我这颗脆弱的心里 你也太脆弱了 你的娘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 为了不让你的心灵受到伤害 她一直对我是若即若离 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啊 你应该跳到油锅里去煎熬 好了 你对我怎么样无所谓 对你的娘还是应该孝顺一点 这有理说吗 我不会孝顺自己的娘吗 我这个不争气的老娘 我不是不要你嫁人 以您老人家现有的条件 至少你嫁个大学教授 厅级干部 最差也得是李嘉诚的弟弟 比尔盖茨的叔叔 背个阿姆的外公 你嫁娘还是卖娘 那你赵大叔身上还是有蛮多优点嘞 我看他身上只有蛮多优点 第一啊 他老实 您不是废话吗 他一个砸油条的他又不老实 他那油条摊子早就被别烦了 第二啊 他勤快 那当然了 他老光过一个 他不勤快谁养过他呀 再说啊 那他还有门技术咧 哎呦 老娘 这难道也叫技术啊 这个家伙唯一的技术就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城管的抓住过 不管怎么样说 这么多年来啊 还只有他最疼我的 哎呦 无非是每天两个免费油条的老娘 还有一碗豆漿 加在一起没五毛钱 哎呦 他只有这么大的能力了 呦 老娘啊 你要是非嫁给他 我就死给你了 哎呦 那就死不得了 我算死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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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着说那傻话来吓我 我也再不来掏你这个邋遢险 我走 好 走了永远不要再踏进我们家门 老妹子 那我就走了 他大叔啊 看到我们今生无缘 只有等来世 哎呀 老娘啊 几十岁的人呢 注意一下影响 那个定情物呢 你就送把别人算了啊 好 赵油条 越搞越洋气了啊 还搞出个定情物出来 什么定情物呢 拿出来让我看一看一眼呢 一张彩票 你中了假吗 中了啊 中了什么 一袋洗衣粉 我的老娘呢 你让人家一开口就写的没有大字 一袋洗衣粉 你就以身现实啊 第一张中了一袋洗衣粉 那第二张呢 中了一百万 你天 中了什么 一百万 一百万 哎呀 救人呐 救人呐 哎哟 我说 我还要你别告诉他 他就是听不懂这个 当年他爸爸就是这么死的 这还没有集团啊 你看掐点住 掐点住 爸爸 别别别过来 别过来 你喊谁爸爸 谁有一百万 谁就是我爸爸 你太现实了 老娘 赶快嫁人 老师傅 你气死我了 你可以跟我生气 你不要跟那个一百万生气 我不是不要你们结婚 我刚才是想看看你们俩 爱得有多深 我爱得深管什么用啊 我又不是大学教授 哎呀 大学教授 没有您老人家这个手艺了 他又不是厅级干部 厅级干部没他这个手气啊 我更不是李嘉诚的弟弟 比尔盖茨的叔叔 贝克汉姆的外公 你是我的祖宗 我这我也有 你说他呀 唯一的技术就是从来没得成管 你抓住我 哎呦 我这老娘 今天你要什么嫁给他 你怎么对得起我爸爸 在天资林呢 别这么嫁给他我就死给你看 算算算 我活急死 算算算算 用不着这样 既然这个事你没有什么意见 对呀 那我跟你的娘 赶快结婚啦 哎呀 快快快 老妹子 哎呀 哎呀 是钱的名字大呀 哎呦 什么钱不钱呢 我儿子有时候也还同情搭理嘞 哎他爸说 哎哎呀 我看那张彩票 既然丢了嘞 就丢了算呐 这一百万算什么了 就是吗 哪有我们一家的 哎呀 哎呀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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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越聽越糊塗了 老娘什麼叫既然丟了 就丟了算了 兒子 你大叔不是中了一百萬嗎 一百萬 他一高興就在原地 蹦了山蹦 那張彩票 怎麼樣 丟了 你給我滾出去 回去炸你的油條去 那我跟你的娘 你做夢 你爛蛤蟆想吃天鵝肉吧 馬上從我面前消失 好 我消失 在消失之前 我對你娘說最後一句話 老妹子 雖然那個彩票我蹦丟了 但沒丟多遠 我一彎腰 又把它撿起來了 又撿起來了 爸爸 上一段小品的演員 真可謂是包袱抖不斷 而下面出場的沈騰和馬力 也是觀眾們眼中的喜寶 在2014年的央視春晚小品 《福不福中》 大家熟悉的熱心腸的好劍 又回來了 這次好劍做好事 卻遇到了一些麻煩事 急得她是躺在地上 用起了排除法 我們來看看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自己隨時那我們要來 肯定不動 疼不疼啊 我的胳膊皱啊 我的破棱杆啊 我的腰间盘啊 都不疼啊 我当妈都这会儿了 就别用排除法了 那既然都不疼 那咱试试看 还能不能走走了 我试试啊 慢点啊 你这走是能走啊 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那肯定的呀 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 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来 大妈 我给您扶起来啊 小伙子 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摔得也够呛啊 我没事 你是个好孩子 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我这做好事上演 这要换了别人啊 撞完我早跑了 大妈啊 你好好回忆一下 真的没人撞你 没人撞我 废出十多米啊 那你要撞了我 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 你出国还能免签呢 是咋的呀 再说你没废出十米去 那废几米啊 都这时候了 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枝 有意义吗 行啊大妈 咱不掰着啊 咱看图说话 好在现在大街小巷 都安装了摄像 头呢 完了头没了 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 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走肯定是不敢趟了 我得跑了 你 媳妇 我马上到家了啊 别着急啊 等等 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 也没个人来扶一把 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 别人不管 我管 爸妈 你别动啊 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 让爸妈都转都评论 媳妇记得给我点赞喽 这老太太摔一点 老惨喽 惨你不服一把 来大妈 咱先坐起来啊 大妈 我呢 马上送您上医院 但是我求求你了 您帮我证明一下 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 好不好 这就对了吗 我是好人好见 就是 就在刚才 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 也不知怎么 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 我放下一切勾虑 毫无犹豫地上前去扶她 等你了 收点下巴先瘦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 无辜的被你给撞到了 完了你还要跑啊 大妈你这么顽皮 你家里人知道吗 跟我来这套 行了 别哼哼了 你赢了 你呢 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 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 给咱评评这脸 来吧 大妈 别动坏了 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老婆 刘德华同款的 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 在胡乱地拍了 良心发现了吧 大哥 怎么了 小伙子 这儿有个老太太 你装的 真不是啊 快跑 我扶过仨 结果呢 这么跟你说吧 哥以前 开的是大奔 大妈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家里的情况啊 这么说吧 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 逢年郭姐还得给我扔两道米呢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咱这样啊 咱们娘俩呢 一起分享几则预言小故事 故事的名字分别是 东郭先生与狼 吕洞斌与狗 农夫与蛇 好贱与老太太 太磨叽了 要扶你就扶 不扶你就走 你给好人疼个地儿 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 你走吧 去吧去吧 逃逸去吧 我干嘛还成逃逸的了呢 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 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走就成逃逸的了 你不走是吧 好 我走 不是 大妈 你这是要上哪儿炸都要不好去 你这是啊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 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 完了我把狼救了 回头狼还要吃了我 那你说那狼 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我才听明白呀 你个这纸上骂怀的 我一老太太给这趴半天了 你以为我趴活呢 说谁是蛇 谁是狗 谁是狼 骂谁好贱的 你才好贱的 好贱的名 是我妈祈祷她还是给我起的 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你把我创倒了 哪怕说声对不起呢 不仅不道歉 还烦咬我一口 我告诉你 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这样就是证据啊 我今天就是活住命 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 斗争到底 不是 你是怎么挪过去的 我当妈你没事了 我被你气的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 那我这是气功呢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 来给我拼拼礼啊 来人哪 来人 大妈 什么情况啊 救星哪 刚才呀 他 你怎么还倒了呢 你怎么还倒了呢 倒 大妈 你这骑得也太快了 这车车都飘成这样 你飙车了 我 我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他不是我撞的呀 大妈呀 这车在这儿放着呢 人在这儿躺着呢 人在这儿躺着呢 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 不是我的自行车 你哪班的自行车 你也没蹬那么快呀 我这是当你起飞了呀 他呀 我刚才 大妈呀 别激动啊 我来处理 来来来来 同志啊 那个没摔坏吧 疼不疼啊 我呀 我这胳膊粥啊 我这不连盖啊 哎呀 我这腰间盘呢 都摔坏了 都不疼啊 都这会儿了 就别用排除法了 这那没事呢 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走应该是能走啊 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 闹了半天 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 那我还能抢救都过来了吗 看着呀 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你哪飞十米了 那我飞几米 都这会儿了 还给我浇那三米两米的汁 有意义吗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啊 谁说算谁的呀 同志啊 这样 我先扶你起来啊 来来来 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 他俩还认识 来来来来 手放下啊 不是 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警察叔叔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拎着我那车子 从您那出来 在前面走着 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 我好心过去扶一把 大妈就摔蒙了 非得以为是我状态 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 我那自行车圈 是咋瓢的就行了 明白了 大妈呀 她这个自行车圈 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 事故就是我处理了 不是撞我撞的吗 大妈呀 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 大妈您看 刚才那位司机啊 特意回来道了个歉 说当时脑子 没转过这个弯来 让我把这个钱呢 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 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 除了不断地笑料以外 艺术家在小品的创作中 也会加入矛盾与冲突 来增加他的感染力 和更好地反映生活中的问题 50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 不是 卖煤的它也挺不容易的 还不如我们 那肯定的嘛 怎么 老公 我是不是特缺德 有有有有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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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老婆 这五十块钱呢 给我 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不是 我是说我给卖煤的五十块钱 对呀 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 你倒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那怎么可能呢 不是 动动动 谁呀 警察 这 卖煤的报警了 不可能 哎哎哎哎哎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的特别俏 同志们个个都炒着要 派我出来到处找 现在终于找到了 开门哪 来了来了 我一会儿告诉你 哎呀真是警人 哎呀光什么门呢 不是 哎你们是卖包子的吧 哎是我们 哎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开警车来的 啊啊 警车都开了 哎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 哎您茶您茶 哎 哎哎这个算我买的啊 哎哈 嗯 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有两年了 你别瞎说 啊 警察同志 我头一回干 头 头一回干 不会吧 我可是早就要听说你们了 那是 那不是跟您吹 要说干这行 在这一代我们特别有名 你干什么呀 你这真是 哎 不是警察同志 哎 你肯定是听那个卖煤的他乱说的 什么卖煤的 嗯 我是听我们所里的干警说的 什么 警察都知道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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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更年期提强了 哦 有这种情况 哎哎 哎 哎 这包子多少钱一个 五毛 不要钱 警察同志你随便吃 不 哪怎么行呢 这小本生也不容易 就是就是 您今天来到底是 买包子的 买包子的 哎呀 到包子不来 我不买包子干什么呢 哈哈哈哈 你是来买包子的 哎呀呀呀 我看你不光提钱了 你还提速了 哈哈哈哈 还高兴呢 嗯 哎呀 您今天买多少包子啊 啊 我买 你先把它控制住 回来 还试着 我买一百个包子 一百个包子 哎呀 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 不是 一百 快去拿包子 你干什么呀你 这么高兴呢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 谢谢警察同志 来点钱 哎呀好嘞 收警察同志一百块钱哈 嗯 一百个包子就是五十块钱 我找您五十块钱啊 哎 来拿着 哎 哎 哎 警察同志 你也不看看那钱是真的假的 哎呀 未必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 有有有 我可不敢 哎 怎么了 哎 怎么了你 没没事 我 过来过来 啊 你你你 你把那五十给警察了 对呀 我都被得给人家找钱嘛 你自己 哎 哎 嗯 包子装好了 哎 走 sharpener 那我就 那不不不不 警察通贲 不花 我我想问一下您 您觉得我们家包子的味道 不错 不错無错 不错不错不错 那谢谢啊 警察同志 我 是想跟你商量点事 Maric 商量点事 那行 说吧 什么事 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再买点包子 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 是是是 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 我们两口子都一场地高兴 对对对 一场地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不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 不是 您就当置办年货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 行 那我就按你的意思 你再给我加十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谢谢 谢谢警察同志 老婆 再给加十块钱包子 你太会做生意了 我去 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 那个警察同志 那我找您四十 您把刚才那五十给我 好吧 不用 我这正好有十块零钱 但是 扶持 警察先生怎么会有零钱呢 警察同志 怎么了 你 别慌了 还想跟你商量点事 你不是刚商量过了吗 在商量 商量呗 再 行行行 說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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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出口 有什麼說不出口的說吧 你能不能再買點包子 對不起 再 再買點包子 不是說有困難照警察嗎 有困難找警察 可是沒聽說吃包子找警察的呀 那我找誰呢 不是你找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是不是你們家今天這個包子 爭多了 異常的多 那行大行這樣吧 反正最近我們老加班 你就再給我 加五十塊錢的包子 行了吧 天哪謝謝 謝謝警察同志 老婆 再給警察同志 加五十塊錢包子 加不了了 怎麼的 包子全賣光了 不好意思全賣光了 不 去 Springs 高一國 Beautiful 油 Lord 太好了 enterprises 谢谢大家